國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國昌也不是一天不爾夫的 他棄時代力量一不顧耶 他把時代力量踩在腳底下耶 黃國昌屆時牽著傅昆琦的手 牽著國民黨的手 在新北高喊大家支持我好不好 懂算 雨雪 剛剛講 跟我雖然是一敵一友我的好朋友 但是也跟我有些衝突的黃志賢 我真覺得 罵黃國昌 他罵得最好 為什麼罵得最好 他說黃國昌是靠坐腰跟背叛來賺夠本 所有跟隨他的人都被他背叛 但是他永遠可以找到新的詐騙對象 因為2014年搞太陽花的是黃國昌 2018年跑去總統府跟蔡英文 討論一粒一休的是黃國昌 2019年在總統府搞活動 罵他中天是紅媒的 要求蔡英文把他趕出台灣的 也是黃國昌 然後現在又跟這些藍媒 站在一起的又是黃國昌 那我覺得更妙的是 當年要求降低罷免門檻的 是你黃國昌 為此大聲咆哮的 是跟誰跟民進黨咆哮的 也是黃國昌 可是就是因為民進黨堅持 那個罷免門檻不能那麼低 所以保護黃國昌 能夠讓他沒有被罷免成功的 也是你黃國昌 還有當年你是怎麼去羞辱 韓國瑜的 你跑到韓國瑜岳父的土地上 在那邊弄了一個背影 反而要羞辱到無以復殺 可是現在你去找人家利益交換的 又是你黃國昌 剛剛講的 我真的覺得他罵得淋漓盡致 更不用講10年前黃國昌不要臉的 說服貿協議是黑箱 條文已經上網公告90天 每一條他都可以說那個服貿是黑箱 可是沒有想到10年後的 5月17號的晚上5月16號 網紅問他的時候他居然講 國會擴權版最後版本 竟然是最高機密 人民在法條沒有通過之前 完全看不到你黃國昌搞出來的一個法條 如果這不是黑箱 什麼是黑箱 你還有臉講說 那是最高機密 我覺得 他怎麼會這個樣子 不是啊 王政賢他是從第三者的角色來去看 黃國昌的前世今生嘛 那我是跟他親身相處來看 黃國昌的前世今生嘛 所以黃國昌不是第一天就是這樣的 保洁哥 他始終一路走來 黃國昌都沒有改變 因為我認識他八年了嘛 他從他在當立委的時候 我們就在交手了嘛 我那時候就是每天都在訪問他 我當然清楚黃國昌是怎麼樣的特色 但我們講黃國昌為什麼 這次犯一個最大的大忌 各位是不是我們講 那個群眾你說兩萬人到三萬人 為什麼大會這麼憤怒 因為他才... 黃國昌偉君子 對 其實我覺得偉君子算客氣 因為他就是第一個掛中阿伯 我們講他在時代力量時期的時候 黃國昌真的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時代力量推出非常多的法案 跟非常多的政策 以及他們一些相關的口號 但請問一下大家有看到林昌左 有看到洪思佑 有看到其他當時的委員嗎 沒有嗎 沒有 只有看到一個人 黃國昌 他把所有的案件 所有的案子 而且更厲害的是什麼 連民進黨的東西都給收割了 所以各位 你現在在講說他背錯了 他的step one是什麼 先收割 那你這次在藍白的合作裡面 有沒有看到這個影子 我就懂了 為什麼他這麼急 一開始我想 傅昆銓這麼急 我還可以理解 我還可以猜測 我當時一直不懂說黃國昌幹什麼急 他昨天在自己的直播裡面就這樣 我就幹兩年 所以我可以急 因為 是我去掛人家的 哪有說 我兩年都沒弄到的時候 別人掛我的 事可忍 孰不可忍 對 寶貞哥 而且我要在這邊更正一件事情 因為我是不是跟大家報告說 最後這個版本是黃國昌提出來 後來我發現 我又被他騙了 你又被他騙了 對 因為我今天跟吳莊憲委員討論過 我才發現原來國民黨出一堆力在裡面 但最後裡面大家都以為是他 他又在掛串阿妹了 對 他就出來講一句啊 說嘿嘿嘿 這個是最高機密 我到時候晚上再跟各位講 而且是我認搞他 我認了 我認了 所以是不是全部都變成是他了 結果裡面的條文 其實國民黨一堆力 我也出了一堆力嘛 所以這個串阿妹是不是也先被他掛了 那各位好 沒關係 你掛串阿妹 你就要承擔這個了 為什麼 因為你把所有的榮光 所有的credit 美光燈照在自己頭上 但我沒看到的是 他最後做了什麼事情 他棄時代日量也不顧耶 他把時代力量踩在腳底下 當做什麼 墊腳石 然後一腳跳到別的地方去耶 所以為什麼你今天訪問 這麼多群眾出來 對黃國昌有意見 因為各位 這就是所謂的國民黨 跟你講台派 因為我不講民進黨 台派有很多 民進黨也好 那個時代力量也好 都算是台派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哪裡 沒有辦法接受背過 對於這種被骨仔 兩邊的仇恨非常之高 差異非常之大 請問一下國民黨有沒有被骨仔 我跳了船又跳回來 跳了船又跳回來 當然有啊 不關其進出國民黨幾次 我都不好意思講了 那黃國昌他做的是什麼 他先被骨了時代力量 是不是得罪了台派的其中一股勢力 對不對 但他得罪時代力量之前 他先得罪誰 蔡英文耶 各位啊 太陽花運動 是他跟蔡英文結交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但台來的當中 蔡英文對他有沒有厚愛有加 有沒有氣重他 有 但他第一個捅的是誰 蔡英文 他先把蔡英文給捅下去 他說總統你說清楚講明白 有沒有在立法院不斷的咆哮 都對蔡英文叫我罵 所以他在這時候跟民進黨 而且更誇張的是 你兩天前才跟人家深談過 你兩天後刀子就拿出來了 把你深談的東西講出來 他更厲害這邊 是不是跟柯文哲很像 不是一家人不禁一家門 所以他是先捅了蔡英文 然後賣了蔡英文 跟民進黨分裂之後 原本時代力量 大家還說 好啦你至少是我們黨主席 你應該不會這樣對我們吧 結果誰也被賣了 林昌佐也被賣了 洪池英文也被賣了 那時候時代力量 是不是兩股勢力之分 結果賣了就算了 黃國昌還踩就說 嘿呀你們要去當小綠 你們自己去當小綠 結果自己現在跑來變什麼 變小白 黃國昌現在變小白了 所以他就說孰可忍孰不可忍 變小白就算了 結果他現在到了小白 屁股都還沒坐了 位置都還沒坐了 黃國昌現在要幹嘛 要幹嘛 變小藍 要變小藍了 所以你說這些群眾 我跟你講到民眾黨這邊 大家還可以接受 因為民眾黨大多數的選民 跟大多數支持者 還有中間選民 還有年輕選民 所以這些人原本可能是什麼 鷹粉 最重要在講 我們只是換個位置 支持國昌老師 這沒什麼大礙 但對於現在他 跑到傅崑琦身邊 被傅崑琦巴桃 被他們小龍 各位各位講啦 這些群眾最氣的是什麼 是黃國昌跟國民黨 站在一起 因為我平心而論 今天國民黨對於這些 全部會上街頭的人來講 有沒有改變過 當然沒有改變過 哇他們就是討厭國民黨啦 我們都不用演了 這些群眾 沒有一個喜歡國民黨的啦 你不要跟我講 國民黨支持者會跑過去 不可能啦 但是請問一下 為什麼他們對黃國昌 那麼憤怒 為什麼 你原本是領導我們的 你原本是帶我們頭 這往前衝的人 UFO也給你掛了 不為估也給你一次也接受了 兩次也接受了 結果你現在為了當新北市長 跑到國民黨這邊 跑到傅崑琦 原本我們對立面那邊 這叫俗可忍 俗不可忍嘛 所以對他們當然會炸鍋啊 那你說為什麼黃志賢 會把他細組這樣爬樹下來 這麼清清楚楚 其實各位啊 這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國昌也不是一天不為估的 這個黃志賢所講的這些每一個故事 我都親身參與過嘛 但如今如果真的這一關給他跳過 這一關真的給他跳下去 我殊難想像 黃國昌屆時牽著傅崑琦的手 牽著國民黨的手 在新北高喊 大家支持我好不好 動算 那個景象各位啊 我是曾經看過他仿望中 曾經看過他在太陽花走上街頭 那個時候的黃國昌耶 所以你想想看 一個叫做上街頭 一個叫做太陽花 如今有可能變成是他最討厭的模樣 反正只要是多數他可以選得上 他都無所謂這種人 你還敢相信嗎 你說你聽到了那個黃國昌偉君子 黃國昌偉君子 到底在聽那個聲音 黃國昌偉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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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時間點都被背叛了 被背叛了 被賣了 是 有個女生 甚至拿著一個告示牌 她寫 十年前我站出來是因為黃國昌 十年後的今天 我又站出來還是因為黃國昌 十年前你告訴我們什麼 浮貌是黑箱 但是你十年來的情況 你說這些黑箱 這些大人 在裡面決定的這些東西 卻完全沒有公開透明 結果現在在議場裡面 昨天從頭到尾直播的是你 大家說 那我們就把討論過程 全部都直播 反對直播的也是你 所以人家心裡想說 為什麼你10年前告訴我們 應該要公開透明 10年後的今天 你站在 坐在異常的裡面 你竟然拒絕 不願意公開透明 所以年輕人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說了一套 做了一套 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人家講了什麼 你是過去這一段時間 2016年 蔡英文栽培你 甚至認為說 你們以前有台大學弟 學妹的一個情況 而且還是康乃爾 對 就是因為康乃爾的情況之下 所以其實蔡英文非常禮遇 黃國昌 禮遇到什麼地步 2016年 事實上那時候 執政黨在退一例一休 一例一休的過程裡面 現在很多資料都曝光了 那時候黃國昌在10月的時候 求見蔡英文 你知道蔡英文派誰 去把他接來嗎 謠仁多 他說你對我有不同的意見 你希望退回委會審查 那好 我們看在是 學弟 學妹 康乃爾 一個學校的情況下 我讓我的親信 謠仁多 特別是到你 黃國昌的立法院那一邊 去接你 接你到總統府 兩個人進行非常深的一個談話 進行完很深的談話之後 據說 那時候蔡英文 本來還要打電話給政策會 問說有沒有一個更需要 說明的一個空間 結果是黃國昌說 不用了 不用了 隔兩天黃國昌 竟然指著蘇佳璇 痛罵蔡英文說 蔡英文 這就是你搞的國會改革嗎 蔡英文 這就是你承認的一個要改變嗎 其實你想說 我才讓你 帶你到總統府 進行一個常談 結果你現在出來 那個馬上翻臉不認人 人家就心想說 這個人知背骨 讓人家覺得可怕 你沒有什麼不可出賣的 你沒有什麼不可背叛的 剛剛講到的 一開始你什麼時候把你拉抬 把你說小綠拉起來 蔡英文把你拉起來 拉起來了以後 你第一個出賣的是誰 你出賣的是蔡英文 然後呢你搞了一個時代力量 搞了一個時代力量以後 誰去裂解時代力量的 誰去背叛時代力量的 又是你 你現在到了民眾黨 你又搞這一套了 我跟你講你講到時代力量 我們都知道去年 我其實有幫時代力量 進行相關的浮選 他們對於黃國昌 把這個退黨當天 馬上加入民眾黨 馬上變成民眾黨不分區 誰時代力量不願意去出口 來責罵他喔 結果你知道什麼時候 邱顯示整個抓狗 就是選到後來黃國昌 竟然在直播的時候 你知道他說什麼啊 他說你時代力量就是小綠啊 邱顯示整個就叫他狂說 小綠是當時旺州 把你壓一個罪名 說你是小綠的 結果現在你變成了民眾黨 無縫接軌的時候 你竟然把這個小綠的招牌 指向我們這些時代力量 他說我們這些時代力量 還在時代力量這些人 我們在跟國民黨在打 我們在跟民進黨在打 是你馬上變成是 民眾黨的不分區 結果你一有臉罵我們這個小綠 更可怕一件事情 他們後來才發現 原來在2022年 你知道時代力量有多少年輕人 是請家蕩產去借錢出來 去參加議員的選舉 結果那些人很多人都落選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最後的時間點 竟然是黃國昌 跑去支持黃珊珊 所以你就會知道就是說 你這個人無所不賣 秋顯智在直播當中 直接痛罵他賣有求榮 所以現在人家會讓人家說 你2016年出賣了蔡英文 你2022年的時候 你出賣了時代力量 現在你又在出賣誰 人家就會認為說 你真的是無所不賣 世代夫之無恥 未知國恥 這就是為什麼 昨天在現場 你說很多人是綠的嗎 沒有 很多人是民眾黨的 他就心裡想 真的 很多人都心裡想說 是你告訴我公開透明的 我們對於這些民進黨的這些 很不高興 我們對於國民黨的這些黑心 我們很不高興 結果你現在年輕的學運導師 10年之後變成 富崑奇的富水組織 他們心裡想說 你怎麼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你連你自己活成你 10年前痛恨的樣子 這就是為什麼 在一些年輕的學子上 人家會認為說 當時是你告訴我們 禮義廉恥 現在是誰如此的 沒有做到這一點 會變成大家口中的偽君子 這幕真的太 我無法形容 太不可思議了 我還真的是不知道 我眼睛看了什麼 因為你知道 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我是在立法院裡面 守了一陣子的 然後呢 而且我在立法院 是看著黃國昌 他們當時跟林非凡 在那邊講一大堆 就是我們今天在那裡 所以當時的黃國昌 是被奉為學運導師 結果現在現在出現 變成是附水組織啊 附水組織 真的是附水組織 我跟你講喔 你不要看這個八桃喔 這個八桃其實意義很真喔 你有看過平輩在八嗎 都是長輩在八下面的人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是我小子耶 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他還講什麼嗎 他說哎呀 這個如果說明天 這個立法院的時候 一定是黃國昌 從第一個去保護韓國瑜 我跟你說 我就準備一個口哨吹 看誰跑第一個 我問你啦 講這種話其實 給你招攤 黃國昌讓我更覺得 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其實當你那個 傅崑群的手過去的時候 你好歹也擋一下吧 你好歹說 那個要不要打手來 結果他不敢這樣 反而是誰這樣 反而是隔一天 今天的陳士軒 站起來直接跟他說什麼 跟他說哎總召你不要這樣子 那我跟你講啦 他在這你看有沒有 直接人家小朋友 還敢站起來說 哎總召你不要這樣子 我跟你講 其實黃國昌自己被拔桃 某一種程度上在什麼意思 你已經是總召了 你民眾黨的總召被拔桃 對於傅崑齊來講 你所有這些都小子 我給你拔也是拔價而已 不是 我現在對於民眾黨的恩怨 裡面的鬥爭 我真的太有興趣了 剛剛吳董特別要幫我們看的 這張照片是這個519 你要上街頭 你等於說是一個 世事大會的一個習文 習文裡面什麼 我衝著賴清德而來 我當時上面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到底誰幹的 你不可能是 我覺得不太可能是柯文哲 因為都完全不符合柯文哲的利益 跟柯文哲的個性也不相符 結果哎 你說一去查了 貼文的人都是黃國昌 對 保倫哥我現在可以斷言一句話 就是黃國昌把柯文哲吃定了 他根本沒有在給他尊重 為什麼 因為今天他們發布 這個民眾作主 我們講的陸續的文宣告 請問一下發布這種黑色攻擊人是誰 通通都是黃國昌 而柯文哲的臉書有沒有發半張 沒有嗎 半張都沒有 你說剛剛賴清德的那張照片 他的宮崎的文章不要再騙了 柯文哲的臉書都沒有貼 對 柯文哲完全沒有貼 而且柯文哲最近都還一些溫溫馨馨的 甚至還有母親節的文章 結果黃國昌不只發了一個賴清德 他還是有節奏的在發 你知道他怎麼個發法嗎 他是在兩三天前就已經開始預備了 他先用王美花 然後再用林佑昌 然後再用蔡英文 再用柯建民 保倫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個 有程度之分 程度情節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嚴重 結果他選在 就在我們錄影時間 剛剛前15分鐘的時候 竟然把誰給貼上了 賴清德 把賴清德給貼上了嘛 所以他是逼死柯文哲嘛 我講白了 他說不要再騙 請問一下賴清德就任了沒有 520到了沒有 根本就還沒有啊 賴清德做了什麼 也沒有啊 而且他講的這一篇裡面 賴清德理論上他是什麼 他受害者 因為他在討論網軍這一件事情 結果黃國昌才不跟你親紅照白 反正我就是把槍給開了 但保倫哥我問一下 黃國昌做這些舉動 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他只在想一件事情嘛 我要組長掌握打綠的大喜 而且我要把整個民眾黨拖下水 整個民眾黨未來只能有一個路線 這個路線叫什麼 反綠 反綠的路線嘛 那我請問一下 柯文哲敢不敢喊扣 不敢嗎 柯文哲現在完全沒有力量 跟黃國昌抗衡嘛 黃國昌把柯文哲吃定了 所以你仔細注意看喔 在519這一場活動 我們都不用再討論說 到底誰是主導權 因為當黃國昌PO出這個文章 而且柯文哲我訪問一下 請問一下誰是黨主席 柯文哲 那柯文哲為什麼沒有制止黃國昌 柯文哲自己不罷 為什麼沒有能耐制止黃國昌 那民眾黨有發嗎 有 民眾黨有發 有發 所以我請問一下 那現在民眾黨 那民眾黨到底是誰的 對 現在到底是誰當家 到底是柯文哲的白蓮教 還是黃國昌的國運蒼龍黨 所以如果說請問一下 因為柯文哲現在很清楚 他在519的時候 做任何的動作 他如果要跟賴欣德對著幹 那我請問一下寶傑哥 他520幹嘛要去 這肯定不是柯文哲的意思嘛 他520去 就是希望能夠跟賴欣德 有一個和解 有一個對話空間嘛 沒有說我今天去你家門口 給你八八兩個 然後隔天還跑去說 我要跟你祝賀生日快樂的 所以很險 等一下 柯文哲是講 在過世 他之前是講說 是他代表台灣民眾黨 向賴欣德準總統 蕭美琴準副總統 即即將上任的行政院長 左龍太極性格 表示祝賀之意 我在我的臉書貼祝賀之意 那我在這個地方拿刀相殺了 所以保留 柯文哲趕快再撇清關心說 賴總統求勞啊不是我 我祝福你生日快樂 我祝福你就職康泰 所以那個全部都是黃國昌的所作所 你千萬不要來吹我 否則我會問嘛 怎麼可能民眾黨罵賴欣德 黃國昌賣賴欣德 就柯文哲祝福賴欣德 那我就講 現在民眾黨的黨主席 現在民眾黨的老大 到底是誰 恐怕在柯文哲進去蹲之前 就已經先被創位了 不懂 今天民眾黨已經貼出 他的所謂的519上街 竟然 他直接 第二天你要參加520一下就職 你519直接對賴清德對嗆了 對啊賴清德520登居大典 你519你用這種海報出來 這個是非常極端的惡意 而且是對憲法 非常的不禮貌的行為 因為他是憲 他跟憲法效忠的 你搞這個玩意的時候是什麼意思 而且他過去一直講說 騙騙騙騙騙是誰騙 是蔡英文政府騙 怎麼把蔡英文政府 移植到賴清德頭上來 賴清德要520還沒開始幹 對 他就變成騙子了 這個 不是 我非常好奇 那這是誰下的手 這是柯文哲下的手 黃國昌下的手 還是戰狼小姐姐 還是黃珊珊下的手 這個要靠你這種高明的智慧 才看得出來 我看不懂了 我完全看不懂 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不是 因為這個完全不符合 柯文哲的利益 而且跟柯文哲最近的談話 完全不符合啊 因為這個一搞 柯文哲下個禮拜收壓 他 我跟你保證 他完了嘛 他 要說過他才能作搭啊 不是 你這個動作 是根本跟你賴清德 魚死罔破了 不是 這個太惡意了 太惡意 太惡意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這個 我沒有辦法去 已經到瘋狂的程度 因為這你在辦喜事嘛 人家在辦喜事嘛 你跟他創一張這種的 對 這個是極度的惡意 他用的色彩 他用的Poster 他用的詞 你特別選賴清德那張照片 對 然後還用的是 賴清德什麼時候騙過他 所有過去跟他承諾的 全部是蔡英文啊 怎麼用這種方式來處理他的519 怎麼用這種方式處理520 這就是今天我認為柯文哲 自詢實錄 會出事了 當然出大事 宇宙 我看到這個影片 我演出真的掉下來了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黃國昌耶 多麼驕傲的人 怎麼可能被人家拍頭 太離譜了吧 太離譜了 我不知道我們還在上一節廣告 在討論AI題吧 這真假的怎麼可能 那我以為是該合成的 很像嘛 因為我最近還去問很多人 他們說不對啊 現在的小學生都不給人家摸頭的耶 黃國昌怎麼會給這樣 傅崑奇投摸下去 保健哥我今天平心而論 不是摸下去 我直接開始扒下去 拍一下我平心而論 保健哥你如果要摸我頭 你知道我會說什麼嗎 Don't touch me 黃國昌在這個議場的門口在幹嘛 他在看門耶 黃國昌在看門耶 那傅崑奇是拿著什麼過來 拿著炸機桶來耶 然後炸機桶來之後 拍一拍看門的黃國昌的頭說 欸 小黃 然後你知道傅崑奇刷什麼嗎 很頑皮 不是啊 這不是人與人互動吧 因為黃國昌就講說 不是啊 我覺得是人與人之間的幽默互動 你們不要太離譜了 講成這麼誇張 保健哥 這是人跟人之間的互動嗎 我不知道我沒辦法 我都不好意思講了 我再補充一點 你就覺得更離譜了好不好 你知道傅崑奇怎麼形容黃國昌的嗎 他說 我如果拿著哨子一吹喔 黃國昌馬上就會衝到韓國瑜上面 現在整個狀況是這樣 欸 好歹黃國昌是什麼 流量動輒三四萬以上的民眾黨戰神 他是小草男神 他有一個背景 你知道這個背景是什麼嗎 法學柏子捏 請問一下傅崑奇的背景是什麼 更生人 一個更生人 把這個法學博士 頭髮的時候 髮下去 你哪要調皮 你不夠皮的啦 拉皮 黃國昌這樣 還在那邊笑 三二踢頭 但我跟你講 黃國昌無所謂啦 因為現在是附近的三百兄弟 你知道嗎 為什麼三百兄弟 他自己講的啊 他說為什麼我要跟國民黨一起去顧門 他說國民黨 是我們一同作戰的夥伴嘛 黃國昌的夥伴 兩個字都講出來了啊 國民黨是要作戰的夥伴 對 所以你看顧門他也顧門 頭也給人家扒了 炸雞也給人家吃了 對不對 人家說他頑皮 人家叫他說吹哨子 你馬上噴的 你就往前走 他也無所謂嘛 因為他現在樂於致辭 但我坦白講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可以做到 唾面至乾了 他沒關係 因為頭摸了 人家講 摸頭摸頭 頭壓下去他就抬不起來 黃國昌也沒打算 在傅昆吉面臨抬頭嘛 因為為什麼 你自己看啊 他在議場裡面 他對另外一個人 也是一樣 畢恭畢敬 傅昆吉也小case而已啦 你知道他直播的時候 跟他的這個陳世軒 你知道他們聊到一個人是誰嗎 韓國瑜 你知道 顏碧韓院長 是要怎麼形容嗎 稱讚韓國瑜的話語 如滔滔江水不盡 談到韓國瑜如舉世滔滔 最讚的院長 他就說 韓國瑜 韓院長非常有身段的 很柔軟的 而且... 這個對比就非常有趣囉 他也要去拍這個陳世軒的頭 要不讓他拍 對 保留在這個畫面 是在今天下午的 就黃國昌昨天頭給他拍了 對不對 然後你看 今天過去的時候 傅昆吉不是先拍他的頭 他是先摸陳世軒的肩膀 陳世軒是什麼 小咖 你做小咖 你看陳世軒在開始幹嘛 坐立不安 馬漢才說 這樣不對 這樣不行 數劇情逐漸往 五湯的發展 結果果不其然 覆管你頭再給他摸一下 想說 我試一個黃瘡可以 我現在試你陳世軒這個小朋友 他說 哎呀 你這個小朋友 所以你知道陳世軒說什麼嗎 跳起來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陳世軒很害怕 我等一下也要顧門 我等一下吹罩子也要跑 我等一下會變得 跟黃國昌一樣的處境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連陳世軒都不願意 那黃國昌怎麼會做這種事情呢 但寶貝哥 你覺得這是黃國昌第一次嗎 不是啊 他肢體接觸 你都忘了嗎 他前一陣子跟一個人做什麼東西 做什麼 跟韓國瑜啊 抱抱嘛 那是一抱冥恩仇嘛 所以我們講黃國昌現在已經沒有下線了 我覺得他在演進當中 他在進步當中 他當時都不看到 他當時韓文在抱他的時候呢 他非常尷尬 還有一點就這個 他當時非常尷尬 你就發現他今天被拍頭的時候 樂不可屈 他在進步當中 黃國昌逐漸的在訓練自己 逐漸的在豢養自己 讓自己成為自己的未來喜歡的模樣 所以我後來發現理解了嘛 我要幫黃國昌取一個新綽號 我最喜歡幫民眾取綽號 傅崑奇說他刷顏皮對不對 韓國瑜抱他對不對 我未來就叫他顏皮抱 對 孟臣 遇到國民黨 就是一隻可愛的顏皮抱 但你想想看喔 以前黃國昌怎麼形容傅崑奇這個人 拜託啊 2021年 2018年的時候 他說傅崑奇是權貴犯案 所以他還有好幾個案子 那時候炒股案嘛 他說拜託啊 怎麼可以權貴刷到出來就出來 他說他應該要進去裡面 蹲久一點 結果現在時空背景大不相同 反而遇到傅崑奇 通通變成麻吉罵 那你仔細看看 其他的人民眾黨的人 避之唯恐復起 那為什麼只有黃國昌 想要積極的往前抱上去 為什麼 那理由很簡單嘛 他現在恨不得自己就是黃國昌 變成藍國昌嘛 對不對 但你對比另外一個人就奇怪 因為當黃國昌 現在不斷的在議場跟 所謂的布崑奇現隱起的時候 也是在另外一個門口 但不是議場這個大門口 你知道黃珊珊的大門口 你知道堆了什麼嗎 堆了一大堆柯文哲的海報 柯文哲以前的文宣 柯文哲的春蓮 他要幹嘛 丟在地上 把他丟掉 就丟在地上 那不就跟何志偉 把陳時中的沙畫丟掉一樣嗎 對 而且更過分 來 你看喔 他還鬼塔的喔 整個春蓮丟在那邊喔 然後你知道黃珊珊被發現 想說不對 因為第一個 你議場你人也沒去 再第二個 結果你自己的門口 竟然這個垃圾堆裡面 把柯文哲的春蓮 當作垃圾丟掉 結果你知道 黃珊珊講說什麼嗎 他說我這只是無心之過 他說你們不要這麼誇張喔 沒有一大堆春蓮 那是因為垃圾桶比較浮啦 怎麼都滿了 他說是滿的啦 沒有春蓮只有一點點 那保底哥 你知道這件事情好笑在哪裡嗎 黃珊珊幹嘛那麼緊急 這麼緊張趕快跳出來 他這個新聞出來 我注意到 還沒多久 一兩個小時馬上回復喔 因為他已經避風頭避很久了嘛 一場他也不去 然後呢 基本上黨團的會議 黨團的記者會 黨團的內容他都不參加 因為他現在極力的想要 跟柯文哲撇親關係 董事長 我到底看到什麼東西 我是誰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良情折目而欺 黃國昌終於在目前這個短暫的時空裡面 他找到一個歸宿 蛤目而欺 花蓮王嘛 花蓮王摸一下頭幫他加持一下 我覺得是有好處的 他很簡單 黃國昌一心一意就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小草 一個就是新北嘛 那小草沒有意義 小草是浮動匯率 花蓮王摸是每天浮動 多啊 少啊 很難講 我們每天在做直播 我們自己知道嘛 但是新北來講的話 可望不可及嘛 但是目前的情況之下 你要注意喔 目前的政壇裡面喔 有三個人決定了立法院的未來喔 或是每天在短時間制的未來喔 第一個人是誰 就是傅崑崎 對 傅總召綜橫敗賀耶 你看看到沒有 這不得了啊 然後他能夠跟黃國昌保持這種 密切合作的關係啊 就是確定了國民黨藍軍的多數 對不對 然後又有另外一個很好的一個 棋逢敵手 誰 的柯建民 這個鐵三角喔 看起來是有戰有和啦 但是河中又有戰 河中那戰中又有利益 所以這裡面這個局喔 立法院這個看起來 是個混沌的亂局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苦楚是誰 你知道嗎 是賴清德 為什麼 賴清德就弄亂跳了嘛 賴清德要把他的內閣往前推嘛 希望替國家建設 能夠快點上手嘛 這個國家機器快點啟動起來 不能再拖下去了 那個擺備待舉嘛 對不對 結果你們這三個人 給他腳亂掉了嘛 這個三個人剛剛好把腳亂掉 很簡單 然後賴清德一點辦法都沒有 對 所以這個僵局 這個亂就不是這樣 亂局 可是黃國昌會願意 因為你是戰神耶 你是黃老師耶 你是法學博士耶 你怎麼會讓人家拍頭呢 沒有 黃國昌這個不簡單嘛 對不對 就是他這個喔 就是你說犧牲小火 犧牲一部分的這個 一部分的面積 換了很大 極大的光明嘛 因為傅總召是一個很機靈的一個人 他扒這個會有收穫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表現出來 就等於告訴了賴清德說 你看 黃國昌跟我是鐵哥們 你們誰都不要玩 他們兩個加在一起 代表什麼東西啊 代表的嘲笑也大 這個太 這個格局 這有格局的 這頭不是現在巴 巴到一個格局給你看 看完 你要怎麼樣 你要好好來跟你們爬爬爬 這個活動嗎 可是在裡面有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 柯文哲平比講 我們都看胡口號 不會改變這個國家 可是沒多久 這個我們看到了黃國昌 就帶領著大家胡口號 不能改變這個國家 好 我們再還有一次口號 推動改革民眾做主 來 一 二 三 推動改革民眾做主 不能改變這個國家 好 我們再還有一次口號 推動改革民眾做主 來 一 二 三 推動改革民眾做主 我看這個也太尷尬了 而且黃國昌在帶著大家 喊口號的時候 柯文哲就把麥克風拿起來 他其實沒有講什麼話 我反問一件事 因為現在大家一直在討論說 到底這個519會有多少人數 因為警察局是不是講說 只有一千人 只有一千人 大家很擔心 但我反問一件事 柯文哲什麼時候說 他希望人多了 就如同這個喊口號一樣啊 柯文哲什麼時候說 他希望人多了 他不要人多嗎 我跟你講柯文哲 他現在狀況是這樣啦 警局抓一千人對不對 他要是照他以前的個性 會想說什麼 欸 我那時候笑說 你現場只有五千人 他們每個出來爆爆跳 說我們五萬人啊 你亂講啊 你這樣就先翻車啦 是不是很激動 那這一次警察局說他一千人 他有沒有講半句話 有沒有說半句 沒有 完全沒有啊 只有黃國昌有講 對 這只有黃國昌在意嘛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是這樣 多一個零也不行 少一個零也不行 少一個零也不行 就一千人剛剛好 柯文哲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對愛有重點 不在於人多人寡嘛 人少就算了 請問柯文哲 是不是要自己下來落稅 他知道落稅了 他當然知道啊 每天流量那麼差 YT都沒有人 然後新聞記者都沒有人 大家問他 就是問弊案 他怎麼會覺得自己 現在有這個能耐 要去訴求龐大的政治動員 柯文哲清楚嘛 他智商157耶 他不傻 所以柯文哲他在幹嘛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貓咪 家裡有那種家貓 你知道家貓遇到人喔 要視落的時候 他會做什麼嗎 他在幹嘛 他會躺下來 把肚子露出來給你看 你知道為什麼他要露肚子嗎 因為那是他最柔軟 柔軟最脆弱的一塊 所以你知道他代表什麼嗎 柯文哲在幹嘛 把最柔軟那塊弄給人家看 對嘛他今天在跟賴清德講一個故事嘛 他是不是走上街頭 那走上街頭有兩件事 第一 為什麼一千人剛剛好 一直說 我現在也沒什麼能耐 我也不是你的威脅 我也不是對手 這樣就好 脂弱 脂弱嘛 你的肚子露出來 賴清德給你看 可以摸一摸 再來第二件事情 他在求勞嘛 柯文哲為什麼求勞 請問他遭這個一千人上街頭 喊一喊之後 現在賴清德也好 現在的司法系統也好 敢不敢在五一之友之前 把他調去問 看起來沒有了 那當然不會嘛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調你 他會有一個風險 這個風險就是 我如果檢調系統 現在去羈押你 交保你 搜索你 都好 請問一下這一千人 會不會後面多一個零 會不會變一萬 有可能 變兩萬變三萬 那換言之嘛 為什麼我說柯文哲是打假球 如果柯文哲要訴求 把所有群眾好見 他講句話就好了 我都被那個台灣司法破壞 各位要當我的背後 當我的靠山 當我的力量 否則我們沒有辦法面對 這種政治上的追殺 你們忍心看到我 進去裡面蹲嗎 他不打背琴牌嗎 把自己訴求嗎 你跟我談什麼民眾作主 什麼四大改革 這講的有感覺嗎 我都沒感覺了嘛 小草會有感覺嗎 看起來也沒有啊 為什麼這樣講 連館長都吐槽他 館長吐槽他 館長說 我覺得有點重複動員了 你知道嗎 然後再加一句三字經 我覺得重複動員了 但是我都受到邀請了 我不得已我也被迫 一定要去參加 連館長都不想去了 理論上來講 以前柯文哲的特點是什麼 感動 好招 好笑 有趣 結果連館長都說 我實在很不想去 但他們叫我去 我願意要去 那我問館長算是 最大科的那種大術了吧 那小草作何敢想 柯文哲知不知道 他當然知道 他就不希望人太大 在嘟好就好 人如果太多 但是沒辦法太多 但另外一個人就不一樣了 誰不一樣 喊口號的那一位 欸 黃國昌都不一樣啊 黃國昌當然希望 人越多越好 為什麼 因為對於他而言 他現在要把整個議題的主導群 抓回來嘛 如同柯文哲說 好啦 賣花賣花 那個喊口號沒辦法改變啊 讓韓國昌大力拼命喊 拼命喊 因為理由很簡單 他說這個活動我四月 我自己籌備的 我一心策劃 然後呢 原本我們要佈置在凱道上 對不對 那凱道上呢 那因為那個入權的關係 520就要就職了 所以沒有辦法 我只能轉移到民進黨這邊 而且他講句話最關鍵的 他說 這種街頭運動 才應該是一個政黨 包括民眾黨 是真正應該做的事情 寶貝哥請問這是對的還錯的 這亂講嘛 是誰在走街頭運動 誰在走抗爭 時代力量 時代力量才是抗爭起家 民眾黨怎麼起家的 網路線上線下 柯文哲什麼時候跟你講說說 動員一大堆人 柯文哲以前說什麼 說拜託 我們找那麼多人 都遊覽車 撈民傷財 他說不要辦實體活動 他說用網路用號召就好了 所以民眾黨根本不是黃國昌講的 黃國昌是想要把時代力量復辟 重新把民眾黨變國運昌紅黨 所以你說柯文哲跟黃國昌 這兩個叫什麼 同床異夢 橫看陳寗各成風 包括國昌 阿伯想的根本不一樣 柯文哲只是想要借這個 逃過司法追殺 以時間換取空間 而黃國昌想要藉由這件事情 一燈打綠即先鋒的領頭軍 好 董事長 你說現在柯文哲有一點是六成屋子 他現在非常的一個焦慮 焦慮到剛剛講的 今天館長做了一個民調說 館長那個照樣講 應該是小草大本營 小草大本營就講 你會不會去五一叫 說是的只有35% 不會去的有65% 不過剛剛這個 雨薛恩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我現在也搞懂了 這個東西 你也搞懂了 因為柯文哲那個態度 就是你看到沒有 他在縮度 軟趴趴的 他不想幹 他不想幹 他黨主席啊 所以這個話 你看這個 黃國昌講話有沒有道理 四月份就籌備 對 所以大家都不可以走 大家都不可以走 你知道嗎 所以因為柯文哲想到 大家走就講好的 柯文哲想到 老跑嘛 對不對 這個黃國昌說 通通不能走 黃國昌講一個關鍵點 阿伯要辦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沒有三大案 對嘛 這個事情就是 早就給人家打贏好誓嘛 這個跟那個 他主要是 他不管你什麼三大案四大案 他就是要跟你民進黨唱反調嘛 他變成反綠級先鋒嘛 他就是黑綠的大隊長嘛 黃國昌講是要卡住這個位階嘛 卡到這個位置以後 藍軍就會跟著他走嘛 他主要是要做這個牌嘛 他去這裡面有一個人就做肉癲 那個叫柯文哲 柯文哲變成肉癲嗎 柯文哲要落跑 柯文哲看懂了嘛 他要跑嘛 他要逃嘛 他要翹頭你知道嗎 結果 這個不能改變回來 黃國昌說他不管你 黃國昌要把你推到第一線上去嘛 黃國昌變成普丁了嘛 你知道嗎 這柯文哲變成阿兵哥 推到第一線就被他宰嘛 他一個麻煩是 因為館長現在有一個 為什麼不太願意去你知道嗎 因為館長會有一個麻煩 這樣是不是選邊了 你要選 你要反綠大英雄 反綠級先鋒是黃國昌想幹的 只有黃國昌一個人有利益嘛 那其他人都倒霉 都沒有利益嘛 你知道一件事情嗎 在選舉完之後 南部不是剛剛他講的 有先講好幾次有五萬十萬的南部人 什麼南部的大集會嗎 對對對 有大集合嗎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選舉結束之後啊 聽說高雄還有南部的一些兄弟的大咖 通通出國啦 嚇死了 讓跑啦 選錯邊了 選錯邊都跑光光了 到現在沒有回來我跟你講 到現在沒有回來 那個開玩笑老賴 賴我們賴賞多厲害啊 都會放過你耶 他會求後帥你知道嗎 他會求後帥 你這樣都兄弟人 我不弄你簡簡單單的嘛 對不對 一抓就抓起來了 哪裡有困難 所以我覺得館長也在Q嘛 館長也是 Q度 現在有一堆事情啊 館長也不是什麼好咖 對不對 他跟你搞搞東搞西 館長到時候 他跟LINE也不錯啊 現在大家都想跟LINE交朋友嘛 誰要跑來給那個倒霉鬼客戶 你看那個樣子 那個講話那個 氣弱油絲啊 誰要跟這個氣弱油絲 他快要去裝夜客戶的人嘛 裝夜客戶 對不對 他那個德性誰要跟他交往 所以館長也找理由不去嘛 那他想去的人只有一個黃國昌嘛 黃國昌是他那個老門進水了嘛 對 他就是要 他想看藍軍現在唯一一個競爭者是誰啊 藍軍現在沒有人跟他競爭 只有一個競爭者啊 誰 屈小新啊 屈小新啊 那麼好玩的咖 那麼好玩的局 黃國昌幫你跟油門跟你裁到底啊 玩死你們 欸 他在玩你口袋的錢啊 他不用分的嘛 他出一支嘴啦 開都開你們的啊 黃國昌這個是出點子 你之前講那個 嚇你的頭抹你的臂啊 對 所以我跟你講 最倒楣就是柯文哲 已經要快要上夜客戶了 所以 現在柯文哲才充滿焦慮 對 二十一號二十號以後 我跟你保證 不會太久 五月底之前 我跟你講 三十路二十五路幾路 大搜索 大抓人 難怪他媽媽都出來了 他媽媽的第一個 我跟你講一定是很簡單 搜索票 區票帶在身上 一直到你家 好 玉鳳 現在真的 真的是這樣嗎 今天十九號 變成什麼 變成阿伯的一個關鍵時刻 你如果人太少被人家看破手腳 人太少如果看破手腳 我處理你 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現在來說 會不會傳柯文哲 肯定會傳 可是怎麼傳 有三六九等的傳法 如果你今天可以弄到十萬人上凱道 不敢輕易動你 一定要有實打實的東西 如果你今天有一萬人在北平東路的話 傳喚通知書 柯文哲主席 請你來這裡 如果你今天一千人的話 區票搜索票給你弄進去 真的假的 這麼現實 這就是 你有十萬人 你是一個政治領袖 大家客氣一點 我不會輕易的拔刀相向 如果你只有一萬人 沒關係 叫出來 大家說明說明 大家聊個天 如果你叫一千人 那你跟大家有什麼兩樣 區票跟搜索票給你弄進去 弄進去之後 沒有 如果連一千人都沒有咧 如果連一千人都沒有的話 那就直接撞了 直接撞了 那搞不好21號就把它弄進去 這個東西都沒有什麼好寒扣的 如果你今天連一千人都沒有的話 今天為什麼我們大家講說 這個東西一定會弄下去 就像是那個 北市科的事情一樣嘛 元大說沒有 Email告訴你我不去參加了 你現在不但說有 還有一個會議紀錄 然後到最後還告訴大家 有人名有時間有地點 有名有姓 讓元大人壽連續發兩個 兩個聲明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我可不可以傳你 我一定可以傳你啊 傳你來說一說總可以吧 檢查官哪有什麼不能傳的 但重點就是我要怎麼傳你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一個邏輯 你有十萬的一個群眾的能力 你帶了出門 那我就對你客氣一點 如果今天我們講的 連一千人都沒有的話 那就沒有什麼好猶豫的 那代表說什麼 代表你已經不是一個 牌面上 你已經不是Tier 1 你已經不是第一等級的一個政治人物了 到時候連居票 連搜索票一起開下去 直接擋部 搞不好住家就裝進去了 而且各位今天晚上的直播 他要談的就是北市科代表 北市科裡面 剛剛講的你找了元大 元大已經剛剛講的上禮拜 金周刊就已經把元大裡面的內容 講出來說 已經告訴你 我對這個案子沒有興趣 我不會去參加 如果今天元大真的已經辦法確實 而且我現在傳出一個消息 那兩個人在下午2點的時候 都有別的會議 都有出席 如果證明你真的虛偽造假 你跑都跑不了了 以檢察官的辦案角度來講 元大是一個上市公司 元大這種東西可以開玩笑的 他用一個元大人壽的一個招牌 發了第一個聲明 用了下面兩個高階主管發了第二個聲明 元大我覺得你很難在這個地方造假 因為你有背信的問題 你有這麼大的一個公司 你現在回頭來看我們的公務體系 如果真的 退一萬步想公務體系造假的話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這件事情只要元大不造假的話 偽造變成公文書的話 你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突起 對 剛剛講喔 今天參與這個人 還有一個人在議會裡面 接受質訊的時候 還特別強調 元大是在下午兩點的時候 參加這個會議 如果最後證明說沒有這件事情 所有參與 偽造變造公文書 偽以身之害公眾跟他人者 這些人 這些公務員 都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對 就是這一條 檢察官手上已經有東西 已經有權柄可以去傳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這件事情有沒有人要進去關 我覺得很有可能 有人要進去關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柯文哲你一定要說清楚講明白 可是他可以到檢察官那邊再說 他之前不是都是這樣子 信誓旦旦嗎 為什麼今天晚上就要開直播 因為急了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辦案的一個節奏 因為他已經著急了 如果他不著急的話 他可以等到檢察官傳他再講 可是檢察官現在來講 你把這個節奏放慢之後呢 當事人心裡就會緊張了 心裡緊張就會開始胡思亂想 那你到底要問我什麼東西 你緊張之後呢 你就開始開直播 開直播之後 我覺得 你覺得開直播是一個緊張的表現 一定是緊張的 他一定想告訴大家說 你怎麼還不趕快問我 我來跟大家講好了 但是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到目前為止還是有一點空間 如果你開直播之後 你講的所有東西的話 逐字稿會被打出來 今天晚上阿伯開直播講的東西 我覺得一定要很小心很謹慎 所以 你已經聞到 柯文哲恐懼的氣味了 不是他沒有經驗啦 他完全外行 然後就一直被黃國昌 被戰狼小姐姐還有些人牽著鼻子走 那這個人已經亂掉了 你看整個氣 我剛剛講的用四個字 氣弱猶失 氣弱猶失嘛 你看這是他 我今天下午到北檢出庭 我都抬頭挺胸 你先去北檢出庭了 我被一個砸碎告了 那個不要講名字啦 反正這個我一天到晚跑的 我也講的意思是說 柯文哲的問題在哪裡 他真的是首屬兩端 那天宇先生這四個字形容他 為什麼麻煩嘛 你是不是找北檢麻煩 你好端端你搞到19號幹什麼嘛 你搞到19號你把我撈開嘛 你被人說我沒有處分到恰當的話 我對老百姓不能交代啊 被人說你拿群眾運動恐嚇我嘛 那我北檢怎麼處理嘛 我北檢一定要用 我也不給你面子的嘛 我就是很簡單嘛 撲小攻擊嘛 他有沒有跟你客氣 五點鐘 七點鐘就到你家敲門 拘票帶到 那個紙箱你可以看到 那紙箱就是三十個五十個紙箱 往裡面進去 出來是空的還是 還是裡面裝東西不知道 反正那個場面就是很有畫面感 就跟你一搞 然後柯文哲就是 垂頭上去 當然不會給他上銬 就是上車走人啊 所以就是你讓我難看的結果 我一定要跟你難看 否則的話 他對賴賞怎麼交代啊 你要不要二十號登機 你十九號給我 聚眾鬧事 我這個檢察長怎麼幹啊 我法務部長怎麼幹啊 是你先惹我的嘛 我不搞你一次的話 我這個面子要不回來 司法也有尊嚴 不要開玩笑啊 而且我們跟他講的是 現在柯文哲可能已經 身陷三大案的困擾之中 可以說 三大案可能還沒有什麼了不起 真正 真正會開花的 搞不好他旁邊的黃國昌 對 保倫哥現在柯文哲 即便身陷三大案 但最讓他頭大的 就是在他旁邊的這個 頭比他大顆的黃國昌 你根本在理解嘛 當然不是啊 我就請問一件事情 請問一下黃國昌對於三大案 有沒有替柯文哲說過一句話 沒有嗎 他說不予置評 不予置評 不予置評 然後他在忙著立法院當什麼 你知道嗎 當什麼 當納美人 就阿凡達那個納美人 就是恨不得自己身上越藍越好 每天就跟在傅文哲旁邊當小弟 那請問一下黃國昌的所作所為 有沒有符合柯文哲的利益 不符合嗎 當然不符合啊 我就請問一下 反而是應該訪問一個問題啦 今天立法院 現在大家都不情好奇 打算一個問號 到底是柯文哲說了算 還是黃國昌說了算 誰說了算 現在看起來是黃國昌說了算 所以你看柯文哲這時候 還透過聯合報發表了一篇 非常蒼白無力的反擊 首先柯文哲先前跟大家講說什麼 說我跟你講這個流量不能 通通集都在只有一個人身上 這樣對我們民眾黨發展不好 不能變成一人正道 保留哥你知道這句話問題出在哪裡嗎 放下 流量集中在我柯文哲身上沒問題 集中在你黃國昌身上 反而成為一個問題了 他叫每個委員都要有努力 不是他說 委員往後大家都可以各自投票 所以請問一下 如果柯文哲能夠掌握立法院的話 他需不需要各個委員各自投票 他不需要啊 對 你就聽我的就好了嘛 所以很顯而易見的 現在在立法院出算另外一種聲音另外一種力量 就叫做黃國昌嘛 但你說黃國昌對柯文哲也沒有客氣嗎 沒有 以前黃國昌講到柯文哲的時候 嚴必柯主席 嚴必柯主席 都是以主席來稱呼 結果沒有想到保留哥 他在最近一場直播裡面提到柯文哲 你知道怎麼叫他了嗎 他說叫柯文哲拿一根蔥 什麼叫叫柯文哲拿一根蔥 他就是說把柯文哲的全名講出來 因為他們在討論到一場活動一場會議 然後黃國昌的粉絲 我再各位補充一下 線上大概一萬五千人 柯文哲的直播只有兩千人 結果他竟然說 差多少 柯文哲兩千他一萬五 對他一萬五千人 所以流量已經遠遠超過柯文哲 他聊天室網友就在那邊問說 那澤氏國昌老師你辦這個活動 需不需要找柯文哲來 結果黃國昌認了一下 竟然講出這句話說 叫柯文哲拿一根蔥 他是拿一根蔥 不是 拿一根蔥 是拿一根蔥 到底他是哪一個話 講白了 現場是直播有字幕嗎 沒有 所以黃國昌心裡面想的是什麼 然後想完之後 笑得很開心 所以照我的解讀來看 他應該是說你柯文哲現在 哪一根蔥 比流量比力百分 你是哪一根蔥 好的另外一講 他今天也講說 NCC的人士 剛剛講說 這兩天不是一直在狂打NCC的人士嗎 他居然把 當時柯文哲去找蔡英文的時候 居然連柯文哲 NCC人士 私底下喬好了 這更妙了 我訪問一個問題好了 今天黃國昌在 所謂的立法委員 然後跟藍營的 共同對陳耀祥 進行非常嚴肢的批判 而且非常嚴厲的謾罵 但他為什麼突然間講出一件事情 他說 我們柯主席講的 說NCC這件事情 當初他跟蔡總統在總統府會面的時候 他說 國民黨兩席 然後呢 民進黨一席 民眾黨一席 我說 太離譜了 怎麼可以這樣思想授受 怎麼可以這樣喬 絕對不行 然後總統府今天也發表了最新的聲明 跟回應 說 絕對沒有此事 沒有此事 對 子虛烏有 沒有此事黃國昌誤歸 他說我們很尊重賴總統的 結果沒有想到 你看黃國昌剛剛發表最新貼文 他說什麼 說 卸任的總統 蔡英文想私下喬NCC 已經很可死了 醜事被揭露之後 還敢說謊 請蔡總統指教 我說發表的言論哪裡 並非事實 不要只躲在發言人背後 保利哥你知道這整件事情 最大的問題出現在哪裡嗎 第一個 柯文哲去了老半天的時候 有沒有講過這件事情 有沒有說蔡英文要跟他惡意義 他有直接這樣講出來嗎 沒有啊 所以顯然柯文哲 希望這件事情能成嘛 對不對 再來請問一下柯文哲 當前在政壇裡面 最大的支柱 最大的服務 一片網路中 唯一可以報的是誰 蔡英文 所以黃國昌這個時候 把NCC也砸了 把他跟蔡英文的線也砸了 很顯而易見 他想要幹嘛 把柯文哲害死吧 如同當時他在直播的時候 主席 你不能說你身體不好 你要講 你要一虎反顧平一事 你2028要再選下去 所以你仔細看看黃國昌 現在當黃珊珊 還在弄自己個人的事業的時候 不是他現在沒有什麼票喔 黃國昌黃珊珊 現在民眾黨雙黃 你看到黃珊珊 旁邊都是誰 旁邊都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但是黃國昌旁邊都是誰 都是國民黨的 黃國昌旁邊 不是國民黨 黃國昌旁邊永遠都只有一個人 叫做傅昆琦 一身心裡面 眼裡只有一個人 因為現在他們 大家為什麼要叫他 起義博士 傅昆琦的起義 死的義 黃國昌是個博士 但現在 嚴必傅昆琦 嚴必傅總召 反正從我們講 朝野協商也好 到立法院委員會也好 正式到院會也好 通通都跟著傅昆琦走 而反觀黃珊珊 都是跟著民進黨走 所以很顯而易見的 現在民眾黨的路線 有兩條之爭 我直接講 哪兩條 不是藍不是綠 而是一個叫做當在野黨 一個叫做跟著執政黨 所以 剛才講的 我本來也沒有注意到 後來跟各位講說 現在黃珊珊 幹嘛都是跟民進黨走在一起 然後你看到 現在跟民進黨 對幹最誰 對幹最兇的 都是黃國昌 怎麼一個民眾黨 會有兩個 這麼爭鋒相對的路線呢 現在目前我 從幾個角度來跟大家講 因為在立法院黃國昌 已經變成是柯建民眼中 完全無法忍受的存在 所以民進黨包含了 柯建民包含了 這個就是 吳思瑤 每天都在講黃國昌 你就是附水組織 然後呢 形象就是生氣 小蘭不投票 就是三個 愛生氣嘛 咆哮 然後呢你是國民黨的小蘭 然後你們都不投票 可是問題是 寶傑哥 昨天就投票了 昨天投票跟大家講什麼 我們要動場電將 對 跟著國民黨一起投對不對 投完之後 柯文哲馬上發一陪臉書講說 經濟部只要講清楚的話 我們也可以接受場下 也可以支持電將 大家就會秀出怪怪的 有記者今天去問黃國昌喔 就說這個是不是口徑不一樣 因為柯文哲說 可以支持電價長 只要說明清楚 可是你卻是跟著另外 也有六個人投 兩個人沒有投 一個曼玉珍 一個林國成 我也覺得怪 我特別去問林國成 你是怎樣 柯文哲叫你不要投嗎 林國成講沒有我去屏東 我的責任局在屏東 所以他沒有來 所以有時候投有時候不投 然後立法院常常不投票 我重新公開講過 我不支持立法委員不投票 你今天有什麼案子 你自己提的你就投你的 那如果你希望他進到委員會 像年金 那你就投支持 如果他不進到委員會 國民黨要是票少了以後 他根本就否決掉了 所以呢 現在目前黃國昌 他在立法院 領導這八個民眾黨的立委 因為他是總召 這一點沒有問題 只是大家都一直在想說 當你的聲量已經高過柯文哲 你直播的時候 看的人數一萬五 柯文哲都兩三千的時候 然後你最近在立法院 還是天天都有媒體新聞 可是柯文哲卻在另外 我們在談的三大案 身陷尼澳 而且幾乎無法脫身的時候 黃國昌並沒有 因為柯文哲講過 民眾黨最力最強的就是黃國昌 對一個打五個 那你今天你既然戰力最強 那現在柯文哲遇到麻煩的時候 只有黃三三在幫他辯護嘛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事情確實啦 因為觀眾朋友這個東西 我不會去見風插車 我把他事實攤出來給大家看就好了 因為黃國昌根本不知道柯文哲 你在八年在做什麼 他以前時代力量黨主席 我怎麼知道柯文哲在是否怎麼樣 所以他無從辯護 第一個他不了解 還有黃國昌不知道的事情嗎 對啦 因為黃國昌也跟我想說 我又不了解是否的事情 第二個就是 他們什麼都知道嗎 沒有厲害關係 寶協客沒有厲害關係 你說會不會說柯文哲 因為三大案去怎麼樣被收押 換黨主席 那是後話啦 就是他沒有厲害關係啊 柯文哲的不管是北四科 金花城或者是台次光 就算最後處法 就算啦 那也不會跟黃國昌有關啊 告也告不到黃國昌啊 所以他努力在立法院表現是對的 只是當現在問題已經 他有點像吞舟之魚 你的這個限量已經公告震逐的時候 外界一定會每天去檢視啊 我剛剛講的就是奇異啊 為什麼你一天到晚都跟國民黨好罵民進黨 可是荒山卻可以跟民進黨的立委一起開記者會 雙黃是不是開始要走不同路線了 一個是禁藍一個是禁綠 然後柯黃 主席是柯文哲 可是你聲量高於柯文哲 那柯文哲現在又深受這個怎麼講 就你怎麼沒有趙子龍 跑去這個救主呢 救了被對不對 護駕護駕也沒有 因為他說他不了解這三大案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會去挑黃國昌跟柯文哲之間的問題 所以剛剛宇軒講這個才會被拿來當梗嘛 那因為黃國昌因為他是國衝嘛 就拿一根衝 他的意思是說來參加我的活動 支持我的人都拿一根衝 可是柯文哲拿一根衝 這個話講快了以後就變成是柯文哲是哪一根衝 對就會變成是這樣 那所以現在這個敏感的神經就在條狀當中 黃國昌已經變得有一點功高震逐的感覺 當然啦 民眾黨還有黃國昌都跟我講 他跟主席完全沒問題 所以董事長 我們常常講務必自負而後重生 下面一句話是 人必賤移而後犧牲 是被賤移了才會有見性 這個黃國昌本身的表現本來就是很好 他在做秀 黃國昌現在 你也知道他現在人生只有兩個是重要的事情 一個就是要新北去選市長 另外第二個來講的話就是要收割小草 因為這兩個才是根本的東西 黃國昌沒有小草 他怎麼樣升當都沒有用 對 所以對他來講民眾黨有意義的部分就是小草 那小草算是屬於公共資產還是柯文哲的私人財產 所以這就變成很大的利益衝突了 所以他跟 所以這個聯合報寫這個是對的啦 這柯文哲跟黃國昌其實是厲害的關係 已經衝突了 他不滿身就到臨界點了嗎 這何止臨界點 因為你要我的小草嘛 小草是我的保命丸嘛 對 保命草嘛 我沒有小草 我在我柯文哲沒有小草在台灣政界 就變成無足輕重了嘛 所以小草是他最重要的資產 我們把民眾黨整個解剖來看 民眾黨有什麼東西 沒有 就是小草嘛 因為小草散掉民眾黨就散了嘛 對不對 所以唯一能夠割他小草的只有黃國昌 不是只有 當然啦民進黨對小草也很感興趣啊對不對 像我們做直播的話 我們對小草也很感興趣啊對不對 這都有啦 可是政治人物來講的話 我們在評估民眾黨的價值裡面 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小草 其他通通沒有價值 因為他八個委員哪有戰力呢 對 一個打五個 蔣男丁的半個都打不過 我講這第一點我要說明他們兩個的關係的微妙的變化 然後第二點來講的話 剛剛宇軒已經指出來了 你看到沒有 兩黃在立法院的 佔的那個光譜不一樣 對 一個藍一個綠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柯文哲交代的 柯文哲已經跟私下講 Open Fire 自由射擊 自由射擊 他說我現在挺藍的變成小藍藍 然後挺綠的變成什麼名稱 挺綠好像也有個媒體有個說法 他說都不對 他說乾脆就讓他們自由射擊 我覺得他自己已經心慌意亂了 因為他現在呢 他沒有路線了 他想要 可能想要跟綠的要來 想要來磕頭 但是磕頭的話 他沒有辦法磕頭 因為目前每天我們藍綠一起把他打爛掉了 他已經變成一個貪污的一個 貪污的嫌疑犯了 所以他現在很難搞 所以乾脆他又想運用 這巴西立法委員讓他脫困 這巴西立法委員很簡單 只有黃國昌有戰力 所以黃國昌又把他當成是一根蔥 本來他就是一根蔥 這兩個人還能走得下去嗎 兩個最後就看誰先翻臉 因為到最後可是有一個情況 因為那個形勢比人強 政治不能只看現在 當開始 政治只看 政治看的是勢 是 這個勢 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柯平已經那個勢已經散掉了 剛剛你先講的最客觀 一個銅上一萬多 一個銅上兩千多 那小草在誰手上呢 小草已經轉移到黃國昌身上了 這個本來很簡單的一個事實 那到兩千多 沒有收視 沒有流量的柯文哲 就不被社會上所接受 那柯文哲如果再開始 進入司法調查的話 他有個壞習慣 他會害怕 他會把弱點 他會哭出來 你看那些地震躲在那個 許甫的這個腳下有沒有 他膽子很小 他第一次哭是到調查局去 針對他的MG149的案子出來以後 就哭得跟一個小孩子一樣 我跟你保證 他這次哭得像個嬰兒一樣 在裡面我覺得 還有一句話我覺得非常棒 他說 因為該背叛的都背叛了 除非加入民進黨 否則他沒戲 可是民進黨也被他變慘了 不要跟他合作 所以他就跟柯文哲一樣 他要換個吸血的對象 而這吸血的對象 難道只有一個人有這個感覺嗎 沒有 剛剛講到 背骨在 背骨在黃國昌 你終究活成你曾經最討厭的模樣 我沒有想到一個政治人物的評價 我感覺這麼極端 我們以前民進黨有位前輩 想把政治人物分成兩類的 一類就是鐮刀派 一類是鋤頭派 那黃國昌這種應該 大概變成鐮刀派 因為鋤頭是別人在慢慢 在耕作 辛苦 他後面把去收割派的 那這種政治人物很多 那最後會不會成功呢 不太可能成功了 不會成多嗎 不可能 不可能 他都要去選新北了 跟他講 統促黨跟新黨 都跟著他走了 那不可能的事情 這是意想天開的 政治本身有一個基本原則 還是誠信 因為政治沒有誠信 你很難做長期的經營 當你當立委不分區 這都還沒有問題 當然如果你要到了六都的首長 這就是國家的領導人的這個搖籃 方面大員 這是方面大員 將來有可能當台灣總統的人 我們以前民進黨的 我們以前施命德先生講過 承受苦難意 抗拒誘惑難 所以在搞政治 第一天就知道 要如何去承受苦難 如何去拒絕誘惑 那你這種人 就是一天到晚在收割的人 一天到晚在接受誘惑的人 這個不可能變成政治的領導人物 這個做不到 一個偉大的國家要有品格 一個偉大的領袖一定要有道德 那當你今天被三萬人在街頭上 罵說你是這個偽君子的話 那不管這三萬人是你的政治的對立面 或是怎麼回事 你當你這種的形象出來的時候 這個政治很難很難 因為很難當領導人 因為做政治的目的就是要擔任領導 那終極目標就是擔任台灣總統領導人 那如果今天要當新北市市長 就是未來的就大志向 擔任國家領導人 那這個怎麼幹 所以這個政治上來講的話 還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則的東西 那個是人品 人品做基礎 誠信做為你的一個基本的標準 如果人品品格不要這個誠信都不 都自若網文的話 這種政治人物不太可能成功 現在大家對黃國昌最大質疑是 你根本就是現在違背你十年前的你 十年前你說不可以黑箱 十年前說你要委員中心制 十年前說你所有的討論 要在委員會做非常細緻的討論 你不可以禁服二徒 怎麼過去你所有的主張 你現在全部都違反了 國昌的問題在於十年前 他是帶領太陽花的 這事情他要特別謹慎 我為什麼寫那個文章 我沒有反對國會改革 包含立法院長要投票 記名有什麼問題嗎 我本來就應該覺得記名 國會藐視國會 你到什麼程度 你就問他藐視 你每一條竹條跟大家說明 不是很好嗎 然後還有國會的調查權 其他很多國家 國會都有聽證調查權 我們想要國會改革 可是我不懂 為什麼藍白想要 用輾過去的方式 所以我才講 你看那鋪柏路的時候 那個壓陸機 你有看到用標的嗎 壓陸機一定是慢慢慢慢 這樣子把他壓過去 路才會平嗎 好 包含我跟大家講 因為整個立法院的過程當中 你要先把一個案子提出來 立委要去連署 你要到程序委會 排進到院會裡面去一讀 一讀以後 你才交付委員會 回到委員會去討論 除了討論以後 然後再出委員會 到了這個委員會 要二讀跟三讀 就是一個這樣的流程 國昌要特別注意 因為太陽花的時候 是怎麼樣講國民黨黑箱的 包含我現在用簡單的時間 我沒有太長時間 大家不用擔心 2014年3月18號的時候 學生沖經理法院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那一天出現了半分鐘事件 那你以為國民黨從容到尾 他去簽符帽都不告訴你嗎 2013年的6月21日 就簽符帽協議了 2014年3月 中間差了幾個月 9個月 那這9個月做什麼事情呢 辦了110場的座談會 辦了很多公聽會 然後不斷在立法院的委員會 當中要討論 那民進黨不想過對不對 他就跟你講說 我們反對反對 不開會不開會 所以後來張靖雄講說 沒辦法 那我就送院會啦 結果他只是把東西 從委員會送到院會 還沒有二讀三讀啊 就已經直接就黑箱 就衝進去了嘛 所以當時的條件就是說 完了 覺得你還不來啊 那現在呢 現在這個案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傅崑奇跟國昌 要這麼的急的 那現在人數來講 因為民眾黨也有很多年輕的支持者 只是我不懂為什麼 他今天要用這麼快的速度 結果我就講了 天下武功為快不破 我不知道 藍白覺得說 撵過去就好是什麼意思 事實上 原本設定傅崑奇是520之前 就要過對不對 今天5月幾號了 今天22號啦 過了沒有 沒有 還沒啊 所以你急什麼呢 那確實你在議事的攻防上面 民進黨會全力的擋 可是因為你加起來有62票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把這個國會的重要的法案 要推過去的時候 你要特別謹慎 尤其在台灣 大家對於國民黨跑去 先前不是要跑去大陸嗎 是幾個立委嗎 那這種時候 大家會有疑慮的時候 就複製了太陽花張的服貌的 那個所謂的不信任感 那你過去是告訴大家 我們不相信國民黨 我們要衝進去的 國昌是這樣嗎 可是現在你卻是在那邊 在場內以後 就說不要進來 我要把門鎖起來了 就會被民進黨把它放大100倍 就黃國昌變了 但是黃國昌就覺得說 他變了嗎 我跟大家講 黃國昌他是想說 我哪有變 我今天所舉的這些藐視國會法 不就你以前林佳龍提的嗎 民進黨版本啊 可是同樣的啊 人家沒有這樣搞你的程序啊 你當年執移的太陽花 你當時執移的這個服貌 也是程序問題啊 但實質問題你是 可是你是拿程序問題去卡人家的啊 對 所以我就講了嘛 因為之前有服貌 所以現在你又是當年 這個領導太陽花 反服貌的重要的領袖 所以這時候你就 你就算在執移 他說兩年對不對 因為黃國昌說他執當立委兩年 可是我跟你講國會無法 他急著在他的兩年內完成 不會兩年搞不定嘛 你慢慢來就可以了 我慢慢來不是說 每天都怎樣不做事 按照程序你要宣讀 你要念在場 你只要不要急著在520之前 或根本不會有問題啊 那你先被大家抓到 你之前是用高標準 在防堵國民黨過服貌 可是現在卻覺得說 反正我們藍白的那個事情 就是都是你要相信我 可是人家不相信你 而且人家不相信國民黨的時候 你就會藍白一起綁在那邊 保健哥我做個結論 你看這個小女孩的表情 你看這個小女孩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看板 這個小女孩這麼表情 那麼堅定 然後再講十年前 我因為黃國昌在這裡 十年後 我還是因為黃國昌在這裡 那你從而敢被拉出來以後怎麼辦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十年前大家不相信服貌 那現在十年後不相信藍白 民眾黨其實跟著陪進去 民眾黨根本沒有去大陸 是國民黨去大陸而已 而且這個五大改革法案 跟中國大陸沒有關係啊 這是國會改革法案啊 可是呢 我看到場外很多年輕人 他們是覺得說不行 我們不站出來 國家會有問題 當你連跟民眾說服都不願意 也不耐心 然後讓民眾對藍白都不信任 認為藍白可能變小紅的時候 那你當然就會在地方門口外面的人 會越來越多 禮拜五的時候 大家有人講說 笑你一定不會有很多人啊 我覺得禮拜五的人 可能會比禮拜三還要更多